各位師兄好,我是雷文Kenny 和大家吃點馬場花生 今天馬會又有公佈 又公佈關於那些 投注站的開放和使用的情況 接受什麼服務 因為都是水蛇春那麼長的 小弟就不想在這兒阻時間來 至於最重要的一點 看完消化過之後 就是開去馬場的車路線是多了 現在有8條 有8條開去馬場的免費穿梭巴士提供 至於投注站 就會有15間場外投注署開放 3月12日到16日開放的 場外投注站的名單 慶小弟的賽馬Tips王的專頁 即是大家如果看YouTube 下面打開那裏 你會見到有個賽馬Tips王的面書 Facebook的連結 你按進去 那裏就會有詳細列了 邊8條去馬場開戶口 辦理開戶口 即是那些手續那些 馬場的在哪裏坐車 免費巴士就在那裏看到 另外 邊15間場外投注署 會不會有一間在你附近呢 各位師兄那裏可以查回 因為免得在這裏重複 再將水蛇春那麼長 讀多一次 其實它變改就不是那麼大的 就由6條線開到8條線 另外那15間是哪15間 投注站開可以給大家存錢 對回染金券 那是那15間 各位想了解一下 就可以按入賽馬Tips王的專頁 就可以看到了 講開又講 講開香港的馬場 騎士陣容的生態環境 認真健康 我覺得不太健康 那些馬 就被那些大師傅 選完又選 選完又選 那些手指拿下來 那些馬 就已經刺了一皮 再加上 有這麼多人牟著那些馬 在搶來搶去 搞到有很多華將 就算騎工 雖然不太差 但是那些鬥志 希望有時候可以搭救到 至於那個蘇迪熊 滴滴仔 不覺不覺 已經坐了八旗爛板凳 如果在那時候 馬照跑 舞照跳 那個年代 那些媽媽如果見到 女女你坐了八旗爛板凳 麻煩你回家睡覺 是不是這樣說 見到蘇迪熊 這樣坐了八旗爛板凳 蘇迪熊的騎工 其實都幾狠勁 不過經常走蝕了些位 至於記得 季初那隻春風得意 還有那隻叫做 何良還有一隻 經常走去外檔 追那隻 一時不記得叫什麼名 兩隻馬 開頭追來追去 又說一左右 又說 又說走去外面 虛了位 接著兩隻換了潘頓 回來 又是四四五五 最後春風得意 跑到現在 最多都是入條Q 還要是一場很低水準的賽事入Q 究竟蘇迪熊是否騎不騎得 小弟就覺得 不要理騎不騎得 當然是不能跟莫磊拉那些比 但是一股拼勁 影真是不錯 記得他騎賀賢 那隻轉數高 不是轉數高 那隻叫做什麼 格仔三那隻 四五班 好像退了役 都騎得不錯 交了一場頭馬出來 隨著 再久一點 波見史 和杜美爾 這兩個叫做外籍好手 一個波見史 巴西好像三屆冠軍 上季來過 隨宇石告東尼也有支持他 都有些屁事 杜美爾更加不用說 來到香港 就在快活谷這個奇怪的場地 拚了兩場馬 已經是幾驚四了 不過跑到有一段時間 就說要回去照顧太太 但是現在就回巢回來找吃 究竟蘇迪熊還有沒有得玩的 原來蘇迪熊坐完八旗爛板凳之後 終於都有小客人找他 唉呀難得 今早早他一收完粗離場的時候 一見到那些在場的記者 立即就跟那些記者說 我今個星期六終於都有馬跑了 那他就說我會盡力去跑 唉呀真是大件事 坐了八旗爛板凳 粗馬期間就沒有停過 小弟經常做功課都有寫到滴滴仔的名字 滴滴仔粗滴滴仔粗 但是見不到他跑 真是令人心傷 那星期六沙田賽事 蘇迪熊原來落實了三匹座騎 唉呀其實有得騎 最多是騎下拆騎廢 但是一看下去 都有一些馬都是近排有些成績 看看滴滴仔怎樣發揮 分別就是三班千四米的草地蘇寶羅馬房 唉這隻馬不要說了 各位熟我的朋友都記得 那場紀利洪星搭財富超影 八十幾倍的位置 那條紀利洪星去到三十米四十米左右 就腳軟被人擒了 這隻財富超影 就落到滴滴仔 星期六的手上 看看滴滴仔怎樣發揮這隻馬 這隻馬有閃來閃去的毛病 另外三班一六五零米 是泥滴那隻旅遊手席 大家記不記得那場 輕易超慢步速贏馬 這隻旅遊手席何摘堯 有好鬥心都不騎 琴下去著燈和大盜致政 兩隻分別 衛烈二三回來 哄一聲就輸了給那隻輕易 稀威心的開齋馬 那樂菲失手 這次就搬到滴滴仔 是鄭俊偉馬房 至於另外那場四班千四米 賀然有隻叫伊生熊星的馬 小弟都有留意過這隻馬 蘇迪熊今季暫時只獲得一個winner 大佬怎麼用 在今年1月29日出賽以來 根本一直都沒有煉馬斯提供座騎給他 其中有一個原因就是 何良馬房 你知道何良馬房一向都是滴滴仔的 忠實支持的煉馬斯 但是今季黎海榮因為受傷就復出 無形中已經是攤薄蘇迪熊的座騎 再加上何良今季的成績就認真一般 有隻御農共舞又轉了倉 就恐一聲就贏了馬 還有再記得那些法財寶 那些一去到偉達那裡 就連珠爆發 殺到你措手不及 何良暫時小弟記得 讓馬量只剩下44匹 有這兩個因素 何良成績滑落 麗海榮相悅復出 麗海榮交到水準 變成模型中 就攤薄蘇迪熊的迷路 看看蘇迪熊這個星期六出來的時候 會不會憑著這三匹座騎 財富超影 旅遊首席 伊申洪星交到一些好表現 不要說贏不贏 起碼你要騎回馬的水準出來 那些煉馬斯才會繼續有馬去支持給你 看看蘇迪熊那天會不會交出一個好一點的成績 小弟也祝福這位騎士 講完又講 講到偉達十三少 認真將那些馬一轉倉 又有很多就散美了的招牌 明天就有著一隻紅粉彩影 跑六場的四班千六 這隻馬來的好像比較撒家一些 今季由十三少去訓練 轉了倉之後 九戰都贏不到馬 偉達波麥的時候就講 他說這隻馬這麼久都未出頭的原因 偉達十三少去解釋給大家聽 他說這隻馬因為體型細細粒 不是陳近藍的女兒叫細細粒 是隻馬身形細細粒 他說這幾將長期處在四班要背重磅 模擬對這隻細細粒的馬來講 是帶來了嚴重的阻力 這隻五歲的愛爾蘭馬 紅粉彩影 記得上季 在摩馬房又搏長又搏短 小弟都覺得他是一里馬 今次試過在黎底博園 今次繼續在菊草出賽 偉達十三少就認為 這隻馬早前在黎底賽事的表現 其實是教他預期失望一些 這隻馬都比較被動一些 偉達都覺得黎底比較失望 偉達就說 這隻馬早前跑黎底賽的時候 經常被捧成熱門 但是表現又未如理想 偉達說 我認為他經常在不利的檔位起步 即是沒有運 他說經常在賽事途中 遇到不利的形勢 即是報促不適合 所以是有藉口 偉達是這麼說的 即是輸馬回來是有原因的 而經常成為熱門 偉達就覺得比較奇怪一些 他覺得 我今次安排這隻紅粉彩影 再跑回菊草 是希望可以有個轉機 畢竟他曾經在菊草賽事 都跑得接近 偉達幫委又再說 他相信紅粉彩影 在四班一定有競爭能力 是偉達說的 大家用絕筆抹下 在四班有一定的競爭能力 他說今次我轉場出擊 作為給多隻馬一個機會去爭勝 今天這隻小小的馬 配到懶殺手利敬國 今天撿到八檔131磅 看看排位表 有隻鋼斑下來的歡喜心 還有一些後上馬 好像芙蓉莊 精彩飛動 齊齊發 還有一些放頭的素鳥喜 大眾競軀 鑽石達人 剛剛在五班贏完的金樽輝煌 甚至乎什麼輕榜的爪王烈焰 淺一仗都是跑出有水準的 其實對手當然有 但是看這隻熊粉彩影的賽職 其實他在菊草已經試過輸兩個馬位跑過第五 輸兩個馬位以內已經跑過第五 兩場都是菊草同情1650 但是兩仗都是執拾十一檔和十二檔 而那兩仗的騎士都是稀威心 今天這個八檔雖然就不是好檔 但是比十一檔十二檔已經是好了 由稀威心就變成利敬國 看看這隻熊粉彩英韋達就是因為他說 這隻馬小小粒 經常有負重榜 今天背一三一 看看韋達就說給多個機會他轉場 這隻馬是跑過兩場都是1650 都是輸兩個馬位以內的事 小弟也在補充一句 各位投不投注這隻熊粉彩影 當然各位師兄自己定奪